危安人員護送下 北朝鮮勞動黨副委員長金英哲 再次踏上美國領土 外傳金英哲帶著領導人金正恩親比姓 正式回應美方川津二會相關細節 讓延宕數個月的會談更趨明朗 不過就在同一天 川普公布九年來首度更新的 非彈防禦評估 實際相當微妙 川普演說表示 將提升美國飛彈防禦系統 包括巡弋和高超音速飛彈 雖然演說中並沒有直接點名 不過報告還是提到 北朝鮮飛彈持續威脅美國本土 選在這個時間點 川普似乎在協商前給了北朝鮮一個下馬威 而北朝鮮最在意的美韓軍演 南韓方面目前也表示暫時不會取消 外媒表示菁英哲結束訪問後 可能就會公布川津二會的進一步消息 猜測將在三或四月舉行 其中又以越南縣港市可能性最高 大約新聞陽情編譯